執政黨在媒體資源上 在第四權的管控上面 確實超乎了過去他們最常批評的國民黨 黨政軍退出媒體是他講的 但是現在 哪一隻手伸進去也是他做的 共用了所有的黨政軍 所有的側翼 通通在攻擊 反對他的意見 可是呢 他們卻把戴清的保護得好好 民進黨出了任何的事情的時候呢 好像也跟他沒有關係 顯然這時候好像又不是民進黨的人 確實啊 就是因為媒體的資源 其實台灣人很擅長作為政黨輪廷 很善於把不負責任做不好的人換下來 但是現在我們面對一個大瓶頸 資訊戰 資訊不對稱 不對稱 我們的資源不對稱 那執政黨擅用他的優勢 在這幾年的疫情期間又編列了特別預算 執政黨就說那你能幫我怎麼樣啊 確實不能怎麼樣 那你把他包換掉啊 你又沒有幫我換掉 為什麼民進黨的大佬 直接創黨的先列 在黨外時期做過佬的這些人 現在跟現在的民進黨是漸行漸明 也不願意承認他們是民進黨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民進黨已經忘記自己成立的模樣 根本已經違背了初衷 以前跟人民站在一起 跟勞工站在一起 跟居住正義站在一起 跟黨政軍媒體站在一起的民進黨 現在在哪裡 找不到嘛 所以不是要下架你而已 是要讓你回去檢討 以前你只會喊口號說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錯 民進黨不檢討 台灣不會好 台灣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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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